刘勇 陈在 你敢假传圣旨啊 朕并没有说杀奎海 可皇上赏了何大人 我赏了 可我赏了他又怎么样 刚才皇上说 赏何身必杀奎海 这是皇上的话 朕并没有假传圣意 我 我是说 我是说道理应该如此 皇上 您不想按道理办事情了 你 这 我是 皇上 我想事到如今 您一定看得再清楚不过了 那刘勇分明是设了圈套 让皇上您往里边钻 他竟敢当面戏弄皇上 皇上 今天该杀的应该是他 皇上 请用莲子羹 这是怎么了 刚才还好好的 咱们一会就翻脸了 刘勇 刘勇 陈宰 夫人 扶我 大胆的刘勇 你敢找我的话茬 带朕行尸 对 我是说过 赏了何身被杀奎海 哎 可朕也说过 看在何大人的份上网开一面 你为什么不照我的意思去办呢 皇上 您是说了网开一面 可是并没有说不杀奎海 奎海其罪当主 按照大清律 奎海之罪当竹连九族千姬五福 要是叫起这儿来 恐怕何大人也要牵连进去 只杀奎海 已经是网开一面 皇上乃惊口预言 臣字字句句句体会圣意 绝不敢有半分走样 好你个刘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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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此刁嘴滑舌 这是金口预言 我是金口预言 好 那我让你去死 你也去死吗 君教臣死 臣不得不死 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 皇上 您已经下了旨意了 我说什么了 您叫他死 我叫他死了吗 当然了 而且刘大人自己也说 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 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 好 既然我说了 我说了那不就是金口预言吗 好 刘庸 你去死吧 刘大人 想不到你也有马师前提的时候 戒指吧 臣谢主隆恩 皇上 你不能 什么不能 这什么不能 皇上 要杀要挂 当然随您了 只是老爷前面走 我后面跟着 谢夫人 扶我起来 皇上 臣刘庸拜别皇上 等转生在世之后 再来孝敬皇上 走吧 这事就够麻烦了 还下一事呢 皇上 您要臣怎么个死法了 你们家不是有个湖吗 清清亮亮的 你往那湖里一跳不就得了吗 去吧 朕在这等信呢 专指 刘大人 走好 小弟 这里给你送行了 大声的哭 好 皇上 他这也是咎由自取 玩活自焚 鸡蛋碰石头 胡嘴里拔牙 该 行了 行了 王子爷 你真不让刘大人活了 大清的朝廷要是没刘大人活了 大清的朝廷要是没刘大人活了 没了他我不更清静吗 对 没他 咱大清国的太阳照样从东边出来 朕这回看他如何聪明 赵 何爱卿 奴才在 你我不妨在这对上一局 听听信 奴才愿意奉悲 庙 这刚走第一步庙在哪儿 哎哟 皇上 你 你这是出手不凡哪 一开局就摆出一副大阵势 所以说妙 下巴下巴 decorations 好的 早晓月 好 guard 早晓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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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可以洗了 老爷 我扶您过去 颜翠 颜翠 你真会办事 老爷 您受苦了 我扶您过去 好 老爷 这里放了食味草药活血化瘾消肿止痛 好吗 来 我扶您进去吧 不不不 您出去吧 您进去了 我再出去吧 好 那你扶着我 慢点 冷帅 把衣服给我搭在这儿 原菜 去叫张成来 我有话说 等等 告诉他们使劲地哭 大大的声别歇着 去吧 好 妙 好 走啊 我看你怎么走 华上奴才实在是不知道该往哪落子了 其华上是奴才一招 这儿啊 对 这儿 皇上 皇上 该您落子了 皇上 该您 万岁爷 不好了 刘庸他投胡自尽了 什么 他 他真的死了 你 你看清楚了吗 奴才看得清清楚楚 刚从湖底捞出来 这会儿正背着往这走呢 你这混蛋 你怎么让他去死 王子爷 是您让他死的 我让他死的 我让他死了吗 我让他死了吗 你这个糊涂的流罗光 哦 再让你死 这会儿一点气都没有了 大概是没气了吧 哎呀 好了 能再放这儿 停下 掌腾 那儿 那儿 停下 停下 扶着我 扶我跪下 给皇上跪下 臣刘庸叩见皇上 你怎么又回来了 违抗君命 你还是活不成 臣不改 臣已经投过胡了 那怎么还活着 刘庸 欺君之罪还是要杀头的 我看你今天反正是死定 皇上 臣投水之后 碰见了一个人 臣就回来了 碰上谁了 屈原 楚国大夫屈原 屈原 屈原 我就问 说你怎么也投水自尽了 他说他当年碰到了无道的楚怀王 所以欲不得志投水而死 他说 他说 刘庸 你怎么也投水自尽了 难道你也碰上昏君了 我这一想 不对 臣这一死是小 万岁的名声是大 我说屈大夫 你可不能这么说 我们的皇上乃万世民主 你们那个无道的楚怀王 哪能跟我们的皇上相比 臣只不过是十足落水而已 我就挣扎着从水里浮出来了 又来到皇上面前 皇上 您说臣做得对不对 好 皇上 他这分明是一派胡言 他哪里能碰上什么屈原的 这分明是又得愚弄万岁 你少说两句 刘爱卿这番话我爱听 你知道什么 你又没随他翘壶去 皇上 臣这一去 思念皇上如隔三秋